嗨,大家好,我是丑夫 大家可能很少看我发一些改色的案例 都觉得我们可能只是做隐形车衣这一块 其实改色我们也有做,只是做的比较少 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下改色膜 关于什么样的车才适合贴改色膜呢 理论上所有车都合适 这边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 总结了几种类型的客户跟大家分享 希望后期有需要改色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参考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喷漆之后导致有严重色差的一些车子 就像我身后的这台奔驰的GLC 这台车呢是白色的 但是你仔细去看呢会发现这个车上的白色有好几种 有深的有浅的 像它的基盖还有后叶子板都发生过刮叉 然后喷过油漆就显得特别的白 其他的部位呢像GLC这个白色它有点那种奶白色的 有一点放一点点的黄色 大家都知道做过油漆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 肯定多少都会有一点色差 因为后喷漆跟原厂车漆呢 从烤漆的温度也好 其他的制作工艺方面呢都会有一些区别 所以呢我这个GLC的客户呢 它选择贴雷色白一个呢它本身是白色 然后贴这个雷色白呢它直接覆盖原来的色差 还有一个呢白色贴白色的可能就不需要去做备案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是你买新车的时候可能没有心仪的颜色 或者说呢是你有心仪的颜色 但是那个颜色呢加加要加好几万 像这种情况呢大部分的客户也会选择改色膜 因为改色膜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颜色去选择 然后有一些改色膜品牌的厂家呢会去定制一些热门车型的一些比较抢手的 或者加加比较高的一些颜色 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老车 你的车呢可能有好几年了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又不选择换又不选择卖的 那你去全车喷个漆 你喷差的漆可能就又觉得差 那喷好的漆呢价格也是蛮高的 还不如去全车贴个改色膜 换个颜色呢又变成一台新车了 第四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客户他就比较高调 就喜欢又鲜又亮的颜色 对吧开出去生怕别人不认识你 就像我一样 之前的老车呢贴的是电光黄 开到马路上谁都知道是我经过了 对吧我那个不是高调啊 我那个是为了打广告 之前我做那个品牌它就是黄底黑字嘛 所以说呢就辨识度比较高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就是比较高调的性格啊 然后就经常会换一些绿啊黄啊对吧 然后红啊各种颜色就比较显眼一点 但是站在我的角度的话 我觉得新车呢尽量还是不要去贴改色膜 因为贴改色膜呢它需要拆很多的地方 然后呢有可能拆门板啊拆大灯啊尾灯啊对吧 拆各种治标啊 过程中呢可能小心一点都还好 但是一不小心的话 有可能哪个卡扣断啦对吧 哪个螺丝没拧紧啊怎么样造成各种异想 那就比较麻烦了 然后呢即便大家选择去贴改色膜 我个人也不建议去贴太差的膜 因为我们改色膜里面呢也分很多种 国产的合资的进口的对吧 很多档的价格 不同的档的价格呢 当然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越好的膜各方面从颜色的质感啊 焦层的技术啊 然后后续的一个售后的一个保障啊 各方面可能都是有区别的 如果你贴了这种太差的膜呢 后续可能这种售后问题 所带来的麻烦啊 可能都能抵消掉你原来对这种颜色的喜爱 这个呢就是我平时遇到的几种类型的车主 会去选择贴改色膜 当然了也会碰到有很多奇葩的车主 选择这个改色膜的原因有各种各样 然后你是什么原因去选择贴这个改色膜的呢 对这种改色膜的改色膜的改色膜的改色膜